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这些在纽约的彭铭的朋友 聚在这儿 给彭铭先生举办这个追思会 首先 全体起立 让彭铭先生 乖 彭铭先生是我们民运的烈士 彭铭先生短短的一生 为中国的民主运动事业做出了巨大的风险 我们首先请彭铭先生 对彭铭先生的生平做一个简介 中国联邦党人彭铭先生 中国湖北天文市人 生于1956年10月14日 于2016年11月29日 处始于中共湖北贤令市监狱 逐年60岁 彭铭先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杰出领袖 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彭铭主张不惜采用一切手段 推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专制政权 实现中国的国家强大 人民富庶及社会的和平稳定 和可持续发展 彭铭曾担任中国发展联合会 自行局第一书记 中国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 中国联邦党主席 中国联邦发展委员会委员长整职 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践行者 是中国民主运动不可多得的领导人 彭铭著有第四座封碑 民主工程等中国国家发展战略 和社会转型研究报告 他倡导和推动的环境保护和生态运动 在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彭铭曾经担任北京建成集团董事长 是成就卓著的企业家 彭铭因组织和领导中国的民主运动 多次深陷淋雨 于2001年逃亡海外 2004年5月被中国政府从东南亚绑架回国 判处无期投行 彭铭的存在是对中国共产党专制政权的巨大威胁 彭铭的市区是中国民主运动不可估量的审视 彭铭 他终于还是没有活着主厨监狱 我 是悲崇兴起 它使我一生中无法妄为 我与彭明的认识是在1998年的春夏 当时我在北京探索企业重组 与产生交易的商机 算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 比较前院的领域 我会经常参加我组织的研讨活动 和发表演讲 在我看来 它是一位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和社会转型有生物研究的人 同时它也是一个才华文艺的人 后来我被裹削进了它的组织 成为它的左右手 只是我的后半生都打上了它的闹力 彭明曾经为官 指航空航天部处级干部 彭明成为学者 是国家首钢研究院研究员 他创建中国发展战略研究所 任所长 并发表了多项的中国实证研究报告 彭明成为企业家 成为冯基一世的北京建成集团董事长 他也是一个活动家 创建了中国发展联合会 令人执行局主席 彭明成为政治家 创建了中国联邦党令人主席 而且他涉及了中国的民主工程 甚至还想建立新中国 所以彭明的出轨是迟早的事 彭明提出了国家定位的生态理论 撰写了大象战略 中国发展战略纲要型著作 意思是封闭 作为一个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热心人 这个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 他将中国的整个战略定位和发展蓝图 完整形象地呈现到我的眼前 甚至我被震撼终究臣服于他 一段时间内被震撼和影响的不仅仅是我 我预期它是可以影响整个中国社会的 后面发展的态势 事实上说明了这一点 要不然他和他的思想 他的著作 不会被热杀在摇篮里 而且这种扼杀的手段和方式 让人不寒而栗 他被剖击 他被煽动颠覆 他被恐怖 他无期了 今天他死在了中国的监狱 他的肉体 他的生命终于被扼杀 我跟旁边是中头分道扬镳了 我算是活下来了 尽管我活得很憋屈 旁边也很支溜 这是他的悲剧 但是我只想说 旁边在我的心目中 他说为他是在安息吧 彭明先生不幸遇难于中共监狱里面 至今他的死因 中国政府并没有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此彭明先生的家属 发表了他们的声明 下面我们请王君涛先生 代表彭明先生的家属 代表他们的家属声明 昨天彭明先生的家属在瑞典讨论后 邀我发表这个声明 彭明家属声明 2016年11月28日太平洋时间 突然接到彭明在监狱中死亡的消息后 我们无比震惊 手足无措 不知道如何回应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是正常死亡还是被死亡 彭明大哥 彭张明就在三天前才刚刚探视 彭明亲口表示 他身体比任何时候都好 还开出十几本书名清单 请家人替他购买 三天之后突然传出彭明的噩耗 最近几天来 关于彭明被死亡的消息真假参杂 媒体报道访问不断 大痛无声 大悲无言 我们全体家属都陷入无言无声之中 更让我们心寒的是 我们家族唯一留在中国大陆 能够探视彭明的大哥 在彭明死亡那一刻起 他就被沦为人质 我们知道 连他现在说的每句话 都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政策宣传 彭明十二年前 在缅甸被绑架进中国 家属经过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如下 一 基于起码的人道主义 要求中国政府尽快给我们全体家属 进入中国签证 见彭明最后一面 二 基于最后厘清死亡真相 我们家属要求由具有公信力的国际法医验尸 三 在上述两项基本人道要求没有达成之前 保留彭明遗体 四 由于目前信息混乱 建于彭明家属 家族意愿 关于彭明被死亡有关讯息 由家族发言人 彭明妹妹彭新 发言为准 联络电话 美国 510-999-5874 大恩贵言谢 大家对彭明的关心 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彭明海外全体家属鞠躬